各国央行购金的这个比例跟数量 新加坡突然增加好多 中国大陆其次 然后再来土耳其印度 最主要是这几个国家增加那么多 那原因是什么 那还有相反的减少非常多的 就包括了哈萨克乌兹别克 简朴在俄罗斯 所以原因又是什么 最主要这是因为跟政治动荡有关吗 新加坡它的中央银行 最近一两年突然大买黄金当储备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反正它有一直在买 跟它的整个经济 什么其他状况都没有关系 就是它的央行就突然决定 我要增加我的黄金储备 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一直在买 让它变成一个买黄金最高的央行 这个没有道理可讲 那中国大陆呢 中国大陆它一直增加它的黄金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几个因素了 对不对 一个因素就是人民币要国际化 所以它现在呢 希望有更多的这个黄金作为支持 另外就是它可能跟俄罗斯 他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所以要用黄金来做准备 那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它在去美元化 它对美国的美债 它没有信心 所以它一直在减少美债的石油 在减少美债石油的时候 可能就把那个收益就拿来买了黄金 这是中国大陆的情况 所以他们 它买黄金是有理由的 那新加坡那就是完全一个政治动作 那土耳其呢 就是因为它的通货膨胀实在太高了 它的这个政府已经无法可施了 所以人民喜欢用黄金 那印度这国家呢 是因为印度人喜欢黄金 他们非常喜欢黄金 所以印度买的都是京市 那这个是国民性使然 而且因为印度人口多 所以如果你要拿这个台湾的这个人口 乘上14亿 变成14亿的话 台湾可能会变成一个买金大国 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口 那至于说这些这个减少的国家里面呢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减少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俄罗斯是产金大国 所以它为了要买其他东西 它就卖了很多黄金给别的国家 尤其它卖了很多黄金给中国 所以中国这边的这个黄金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俄国卖给它的 所以俄国这个不能算是减少 那是因为它的产量实在太多了 那其他的国家呢 我想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情况 这些小国家不容许它买那么多黄金 没有别的什么理由 要不然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太严重 像乌兹别克就是通货膨胀太严重 所以变成是说他们的外汇可能不足 就必须用黄金去买一些 他们国内所需的用品 或者是它的这个通货膨胀太严重 人员对它的这个货币失掉信心 所以大家去买黄金 因为我看发现说 它有所谓的金饰跟金币 金饰就是带在身上这些手势 那金币就是拿来投资用的 所以金币跟金条是一个类比的方式 然后金饰是一个 那金饰可能就是民间的需求 那金块金条这些可能就是央行 或者是比较大的体系的需求 也可能是民间的需求 有很多家庭喜欢买金条 作为这个被不实施区 老师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金条金币的需求的部分 这时候日本就被列出来 就是增长最多的五个区域 因为我看日本也是近期开始 买了不少黄金进去 这就表示呢 它的央行没有买多少 对不对 我们刚刚那个图是 央行是买最多的 央行没买多少 但是呢 它央行是外来买 就表示日本人民买 日本人民买就表示 它用这个作为 它有这个投资的一个选择 而且我还在想说 是不是日币贬值太多 他们民众干脆我们买 黄金比较保值 因为日本长期的负利率嘛 所以你借了日本的钱 要拿去买黄金 然后黄金升值了 你不是这个两边都赚了吗 所以这边反而下降最多了 还有列到这个德国 其实这种需求 多半是民间的 那民间的需求呢 就要看这个国家人民 到底喜不喜欢黄金 有些国家喜欢 像亚洲国家的人民都很喜欢 但是欧洲国家的人民 就很少看到 它身上带了一堆金饰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跟国情有关 对 因为我看 发现增加了大部分 对 都是亚洲的 对 几乎都是亚洲的国家 对 真的 老师 刚刚讲到央行的部分 台湾的央行 是不是跟亚洲其他国家央行 反而不太一样 对 我们反而对黄金 我们不喜欢买黄金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别的国家央行的黄金 的储量都一直在增加 台湾的储量 储备里面的黄金 占的比重大概只有4.7%左右 是很少很少的量 那你可以去问央行 因为我们央行的储备 绝大部分是美元 其实这还蛮特别的 我记得老师过去曾经说过 如果是在政局 或者是地缘政治 比较动荡的时候 他们会增加黄金的储备量 因为你可能要以备未来 如果有任何战争 或一些比较紧急状态使用 那照理说 这几年台海的关系 是比较紧绷的 我们照理说 应该也要开始买很多 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相信美国 我们觉得 由美国当靠山 你拿美元就够了 拿黄金干嘛 拿美元还有 美元的国家还有利息 美元涨蛮多的 美元是涨了 如果以短期来看 央行最近的操作是还不错 美元涨很 但是他们说 如果央行早期就买黄金的话 因为当初购买价格是 四百美元 央行是 现在是多少 现在快到两千一亿了 当初如果当初你买了很多黄金的话 现在就涨了多少 涨了五倍以上了 但是央行它 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好那讲到台湾的部分 就是台湾银行最近有观察 就是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 总共有三波的金价的上涨 那台湾投资人 每一波上涨都是把它卖掉 然后就是卖大于买 那是因为我们对于 这个黄金比较缺乏信心吗 大部分都是短线操作吗 还是我们看短 本来就想要以这样来赚价差呢 我觉得台湾人的投资的习性 好像就是如此 你看股票市场有很多股民 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 这为什么不是为长期的 他绝不是为了长期的这个股利 或者长期的这个轻盈的这个获利 他是为了这个涨涨跌跌这个短线 台湾人大概买黄金也是基于同一个目的 就是在黄金价格下跌的时候 就赶快买进来 那他一涨价 到了他这个涨价的这个上限的时候 他就把它卖掉 所以好像是台湾人这方面比较凄凌一点 全球的金条和金币投资 同比是增长5% 然后呢 但是全球黄金的ETF净流出29吨 那为什么央行买入 像刚刚老师已经有讲原因 央行买入的原因 那为什么ETF反而是卖出的 黄金的ETF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它就是从黄金这边延伸出来的一些基金 所以有的就是它有黄金 实体的黄金跟它这个搭配在一起 那有的是它盯住黄金的价格 那有的就是可能是看它的账跌幅等等 就跟一般我们买这个股票的ETF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的投机性是蛮高的 所以这种投机性高的东西呢 它会在利率升高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划算了 他就把它卖掉 而且这个东西买卖的成本蛮高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好像已经涨到头了 就把它卖掉了 一个是就是说盯着美债的利率的变动 一个是盯着全球银行的行为 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分散 后面去看全球经济增长的 中枢水平主界回落的时候 整个全异质散的回报率回下走的话 那么可能会导致黄金的配置价值 也会往上走 老师 像如果就是一般的民众 他现在想要买黄金 会不会已经是太高的高点了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未来它还要再涨价的话 当然还可能有获利空间 问题就是通常已经到了这么高的水准了 你还期待它继续上升 你会承担很高的风险 而且上升的幅度可能不会很大 可能是要很长的时间 可是老师会不会 这种时很长的时间 它上升的幅度其实还是很有限 对 它可能是上下波动 波动可能还蛮大的 但是长期趋势应该是往上 所以以目前这么高的高点来讲的话 黄金的操作可能 就是短线的进出 可能会比较有机会 如果你要放长的话 它一方面像老师说 它是没有利息的 对 所以它可能会比其他的投资工具 获利的空间没有那么的高 对 另外就是 也许目前的黄金的高价格 可能是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高点 它原因是因为太多利多在支持它 比如说美国要准备要停止升息 或者美元的这个价值再往下降 或者美国金家衰退了 这些因素在支持它 但是这些因素会消失的 等到这个维持一段时间之后 联准会要不要这个升息 这个因素的影响就慢慢就没有人在注意了 而到那个时候 也许美元它的价值已经降到一定幅度 也不再降了 在那个情况之下 那个新价就会维持住 如果美国真的衰退了 可是衰退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而且很快就恢复了 那那个新价也不会再往上走 所以你要看就是 如果现在有太多有利的条件 已经让它到相对高点 那也许再往下走就不容易 而且像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长期的因素 就是不管是美元武器化 大家对美元的信心不足 其实这几年已经是 一直在进行 对 它不是突然发生 所以你要再推波这个金价力道 没有那么强 而且它的发展速度一定很慢很慢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 中国大陆他们想要 就是他们的货币 能够国际化 能够取代美元 就像过去老师说 这要非常长的时间 这绝对不是短时间的 什么十年就能够发展 所以这个金价走势 它纵使是有上涨有限 或许有一些支撑 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时间很长很长 我们在武舍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 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凶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凶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次满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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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